韩冷冬夜 一通蹊跷的报警电话 划破夜空 电话接通以后就没有人阐述 我报警的原因 他没有说话 46秒后 电话突然挂断 留下一个难解的谜题 肯定是要做出解释的 而且必须要合你的解释 无人发声的求助电话 报警人究竟是谁 46秒的通话记录里 又藏着什么样的玄机与秘密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通话46秒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播金飞 牛奶家花生 大力康小厄 银路牛奶花生 邀您收看传奇故事 这些年呢 手机早就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了 有什么事 随便拨出一串数字 便能够跨越山海 沟通无碍 可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事 得从一通七小的电话开始讲起 这电话很短 只有46秒 而且电话接通之后 当时也没有获取到什么有效信息 可是就是这么一通奇怪的电话 却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最终更是还原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 那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让我们回到电话响起的那一刻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 晚上11点44分 四川省卢州市河江县公安局指挥中心 接到了一个奇怪的报警电话 电话的那头声音十分吵杂 只能隐约分辨出 有一对男女正在情绪激动的说这些什么 46秒之后 电话突然就挂断了 接警人员立刻回拨 可这个号码再也没有接通 报警人是谁呀 既然打了110 他为什么要把电话突然挂断呢 经过查询 这部手机的机主叫肖大敏 应该就是电话里说话的那名女子 肖大敏为什么突然报警呢 电话接通之后 他为什么又没反应呢 事情说到这儿 我们不妨先把这通蹊跷的报警电话 放到一边 将视线转向另一个场景 这是接警人员在接到报警电话不久 发生在河江县天池村的一幕 一栋自建楼房 火光冲天 就连漆黑的夜空几乎都要被映红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更加惊险的一幕出现了 透过漫天的浓烟 有人看到 就在二楼洗手间的窗户边上 有一名男子 而他怀里竟然还有个小孩 火场里头有被困人员 这就让人万分揪心了 火是这么凶猛 如果不尽快救人 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这俩人是在窗子旁边 大家伙迅速就找来了梯子 先通过窗户 把小女孩从二楼丢下来 下面群众接住了之后 他才从楼梯跟着下来 可这就算营救成功了 谁都没想到 那男子下来之后 危险再次升级了 跑下来之后 他说快点上去 明明还在楼上 明明是他 称呼他妻子的离生 就是说明明明明明明明还在上面 明明还在上面快点救他 这名男子的妻子 竟然还在火场里呢 大火已经燃烧了这么久 中心现场的温度 保守估计应该也得有 好几百摄氏度了 这名男子的妻子 究竟在哪个位置 他还能够生还吗 在大家伙呢 齐心协力之下 一个多小时之后 大火终于被扑灭了 但是很遗憾 这个时候 那名男子的妻子 也就是他口中的敏 早就已经倒到了 中心现场 永远停止了呼吸 寒冷的冬夜 一个完整的家庭 就这么毁于一旦了 这么突然而来的凶猛大火 究竟是怎么烧起来的 被困在中心现场的是一家三口 丈夫和女儿能够躲进卫生间 等待救援 妻子为什么偏偏就倒在了 这个中心现场的卧室门口呢 调查开始之前 当然很有必要弄清楚 这家人的身份 刚才我们也说了 这是一家三口 丈夫的叫成德州 那么成德州的妻子敏明 又叫什么呀 说到这儿 不妨回忆一下 节目开始时的 那个蹊跷的报警电话 根据街警人员的查询 机主的名字叫肖大敏 没错 成德州口中的这个敏明 正是肖大敏 这俩人是两口子 之前的报警电话 就是妻子拨出去的 难怪肖大敏 这要打电话报警 难不成是因为家里头起火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似乎也能够解释 为什么这个通话记录当中 周围的环境非常嘈杂 而夫妻俩的情绪 又异常激动了 毕竟水火无情 这种情景之下 换谁都没办法平静下来 可既然都已经打通了 报警电话了 46秒之后 肖大敏为什么又突然 把电话给挂断了呢 是因为火势实在凶猛 他和丈夫急着逃生 已经无暇再叙述事情了 啊不 踏入现场展开勘察之后 警察心中的疑问 很快就升起来了 首先一个疑点 出现在肖大敏这边 勘察过程当中 警察发现 肖大敏位于中心现场的卧室门口 是成一个坐置的状态 在那里坐着 但是就觉得 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 但是他可能没有真正的过程 是啊 之前我们也提到过 火在中心现场的温度 可高达好几百摄氏度 这远远超过了一个人 所能够承受的生理极限 肖大敏被困在火场当中 如果神志清醒的话 他绝对不可能如此平静 那是什么原因 导致他没有挣扎啊 难道说早在大火烧起来之前 肖大敏就已经失去意识了 事件结果出来之前 暂时不能往下结论 我们接着来说 警察发现的第二个疑点 惊魂一夜过后 在火在现场 警察又找到了新的线索 现场气游的味道 已经漂浮在地面 水上的油花 我们就确定 这个树然物肯定是在那里的气游 没错 这场大火之所以会烧得这么猛烈 是因为现场存在大量的汽油 这些汽油从哪儿来的 到底有多少啊 看见过程当中 在二楼 警察找到了两个油桶 一个容量是30升 还有一个容量更大 40升 这么小的空间里 竟然存放着这么多汽油 我们可以从警方绘制的平面图上 来看一下整个二楼的布局 看得出来 除了客厅之外 在二楼呢 一共有三间卧室 可以说 整个二楼的主要功能 就是为一家人提供休息的地方 正常情况下 一个家庭的休息区里头 怎么会摆放着两大桶汽油呢 有安全隐患不说 光是汽油挥发出的那个味 那也让人受不了啊 而且别忘了 这夫妻俩 还有个两岁多的孩子 他们就不怕 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 让孩子的健康受到影响吗 这就很惊惨 确实很惊惨 我们的很几人员 觉得这个是一个案子的可能性 还是蛮大的 是啊 从现场的种种 这个异常的情况来看 这事情似乎是走向了一个 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向 在联想到节目开始时 那46秒的报警电话 电话中 肖大敏和丈夫的对话 似乎就有了另外一种解释 难道说 当时他们并非是在呼救逃生 而是在爆发激烈的争吵 这夫妻俩早就已经 疾怨已久 成德州加害了妻子之后 处心积虑地伪造了个火灾现场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另外一个矛盾点又出现了 事发的那个凌晨 河江县警方在赶往火灾现场的半路上 恰好遇到了送陈德州去医院的救护车 办案人员的执法记录仪 记录下了这么一段影像 没等警察询问 成德州竟然主动交代了 说他在家里存放了两桶汽油 听了成德州的讲述 可能有人已经意识到 这事矛盾在哪了 一般情况下 如果一个人真的犯下了命案 就算他演技再好 也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几分心虚 尤其是在接受警方询问的时候 更是会对关键证据闭口不提 可是成德州 他不仅主动提到了这两桶汽油 同时还忍受着剧痛的这个情况下 详细和警察说了这汽油的来历 以及起火的原因 据成德州说 这两桶汽油是几天前 他从邻居家借的 是用来给自家的农用机械加油的 借了之后 这两桶油就放到了 二楼客厅的这个洗漱台边上 那么这两桶汽油为什么会起火呢 成德州说他也不是特别清楚 但原因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他说当天晚上又是冬天 他们家里面在用那个小太阳 推测是汽油漏出来之后 然后流到这个小太阳面前之后起的火 真的会是如此吗 现场勘察当中警察确实发现 那个40升的空油桶就放在洗漱台的旁边 没有动过的痕迹 而油桶的底部也的确是有破损 看起来成德州的说法 似乎确实有几分可信度 面对警察他坚称这是一场意外 而现场勘察的结果 也跟他讲的有互相印证的部分 如此一来 这事真的就像他说的那样 只不过是个不幸的意外而已 不 就在警方的调查不断推进的时候 成德州的伤情也在不断的好转 他又给办案警察打了个电话 而也正是这个电话 让案情再次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变化 他主动地给我们的民警打电话 他说什么 他想起来了 说这个事情就是嚣张敏干的 嚣张敏干的 是他破的油 还差点把我烧死了 什么 事发当晚 成德州不是一口咬定 这个事是意外吗 为什么时隔不久 又突然一改口风 反映了这么个情况 从节目开始时 那46秒通话当中 确实可以听出 肖大敏的情绪相当激动 整个通话录音当中 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高声说话 如果这一切真如成德州所说 这场大伙是肖大敏故意而为 那他为什么突然之间 做出了这么疯狂的举动 这场悲剧的背后 还隐藏着更加匪夷所思的隐情不成 牛奶家花生 大力扛小恶 一路牛奶花生 要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刚才我们说到 一场大火之后 终于逃离了生死县的成德州 给警方打了电话 反映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情况 举他说呢 这场大火的始作俑者 其实不是别人 而是妻子肖大敏 肖大敏往家里拖了汽油 差点让所有人葬身火海 陈德州的话呢 无疑给这场大火蒙上了一层 更加蹊跷的色彩 可他的这个说辞 到底是真的吗 这么跟您说吧 结合之前的勘察结果 警察认为呢 这场突出起来的大火啊 确实极有可能是人为的 但至于这个动火者 是不是肖大敏 还真不好说 警方发现 虽然陈德州的讲述 确实有和现场情况 相吻合的情形 但是在关键细节上 陈德州撒谎了 还记得关于气火原因吗 陈德州最初是这么说的 是夫妻俩睡觉的时候 使用的取暖炉 引燃了汽油 可实际上这种说法 根本就站不脚 他处于一种 这个没有粘痛的一个状态 没有粘电的一种状态 现在何时 就是与他说的就不相符 如果不是电暖炉的话 那么引燃物到底是什么呢 在现场警察其实找到他了 有一个烧毁的一个打火机 因为那个塑料打火机 通过大火烧了之后 就只剩一个金属的一个盖面 这是人为的 应该是没错的 是啊 被泼洒的汽油 还有被烧毁的打火机 从现场的种种情况来看 这事只有可能是人为了 而这个人绝不可能是肖大敏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其实所有的真相 都藏在节目开头的时候 那段46秒的通话录音当中 虽然因为环境过于嘈杂 当时接线人员 没有获取什么有效信息 但是通过技术手段 警方后来消除了噪音 夫妻俩的对话 终于清晰地传到了人们的耳朵里 可以确定一点 虾道明是没有气声地念他的 而陈德州在整个过程里面 有那么一句话 就是说我不想活了 我要把所有的这一切毁掉 有这样的一个表述 没错 电话当中夫妻俩确实爆发了争执 可争执的原因根本就不是因为 肖大敏要放火 而是因为陈德州正在往家里 泼洒汽油呢 陈德州才是那个想要毁掉一切的人 他之前给警察打电话 声称一切都是妻子所为 完全是在倒打一耙 一个丈夫竟然如此丧心病狂 实在是令人震惊 而也多亏了这段被还原的通话录音 另外一个一直让警方感到困惑的疑点 也终于有了解释 之前我们就说过 警方进行现场勘察的时候 发现肖大敏是一种极为平静的姿态死亡的 这不符合人在火场当中的本能反应 究其原因 专家组认为 正是跟陈德州泼洒到妻子身上的汽油有关 在密闭的空间里 打火机将汽油点燃之后 瞬间产生了大量的有毒气体 肖大敏很快就陷入了昏迷 也正是因为如此 肖大敏没能够及时从火场当中逃出来 他倒在了卧室门口 在昏迷当中被肆虐的烈焰夺走了生命 事件报告显示 肖大敏的这个心血当中 查出了一氧化碳 也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调查进行到这一步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 背后浮现出的是一个令人窒息的真相 陈德州的嫌疑越来越大 对于这起悲剧 他必须得给出一个说法 一番艰难的心理博弈之后 陈德州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 陈德州就主动交代了 他放火烧死妻子的一个犯罪事实 随着陈德州的共认 真相最终揭开 陈德州的心狠手辣令人后怕 而他事后试图嫁祸给妻子的表现 更是让人不齿 说到这儿呢 我们有必要探寻一下悲剧发生的原因 陈德州和肖大敏是自由恋爱 当初呢 肖大敏的家人反对这张婚事 肖大敏呢 却执意要跟陈德州在一起 克服了种种阻力 他们才缔结了这段婚姻 而在天池村 肖大敏是让大家伙交口称赞的好媳妇 他聪明能干 性格直爽 对陈德州的父母也极为孝敬 事实上 据这个陈德州的父亲说 就在案发当晚八点多钟 这个肖大敏在忙完家务之后啊 还特意帮婆婆洗了个澡呢 看得出来就在案发前不久 这一切似乎都还是风平浪静的 那为什么仅仅几个小时之后 一起悲剧就突然发生了呢 弄清楚一切之前呢 有必要给陈德州和肖大敏的婚姻 做一个前情提要 事实上这俩人是同组家庭 因为嫌弃第一任妻子不够能干 陈德州不顾多年的夫妻情分 把第一任妻子赶出了家门 从陈德州父亲的讲述当中 不难看出 对第一任妻子 陈德州没有任何的尊重和欣赏 相反 他那种根深蒂固的轻视 甚至让人都感到了些许不适 而在这种心态之下 他轻易地抹杀了第一任妻子 在家庭当中创造的价值和付出的辛苦 可如果说陈德州心中理想型的妻子 是肖大敏这种女强人的话 他和肖大敏的婚姻 又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大家可能听过夜宫好聋的故事 而放在这俩人身上 陈德州或许就是那个虚伪 而又懦弱的夜宫 和陈德州的第一任妻子不同 肖大敏确实是能干 两人结婚的时候 他自己跑前跑后 张罗着为成家盖了一栋新房子 也就是后来起火的这栋小楼 然后就肖大敏走他的梁角 还有银行 到处去跑这个贷款 然后又肖大敏一个人 好像据我们了解的话 前前后后一共花了三十多万 这么大一件事 前前后后都是肖大敏一个人在忙活 而最终在他的张罗之下 一家人还真就欢天喜地地住进了新房 这么能干的一个人 是不是让人有一种得妻如死 夫妇和求的感觉 最开始 陈德州确实是这种心态 可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在妻子的强烈对比之下 陈德州心中的这个天平再次失衡了 据陈德州供述 他开始觉得妻子过于强势了 让他有点不堪忍受 经济大权 还有比如说修房也好 买东西也好 全部都是肖大敏做主 可这些事肖大敏不做主 难道等着这甩手掌柜陈德州吗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案发前一晚 肖大敏的弟弟上门了 原来这个盖楼借的钱里头 有七万块钱是肖大敏向弟弟借的 夫妻俩原本是想靠种莲藕慢慢还 可不想因为弟弟也要买房 这笔钱的还款期限只能提钱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饶使肖大敏再能干 一时之间他也变不出那么多钱来 因为无力还债 肖大敏的内心充满了苦闷 而这个时候陈德州在干嘛呢 他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事发当晚十点多 面对态度消极只顾玩手机的陈德州 他妻子就在缩络他 然后修这么大一个房子 钱全是他借的 让你去签个字你都不去 人家要债的是找他要 不会找你陈德州要 陈德州觉得他妻子太强势了 我一个大男人 什么都干不了 就这样陈德州爆发了 事发当晚十一点四十分左右 他做出了疯狂的举动 出于恐惧 肖大敏拨打了报警电话 可短短四十六秒之后 电话挂断了 最后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这就发生 事发之后 盧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 批准逮捕了陈德州 我们今天讲的这件事 只是一个极端个例 更加值得我们思索的是 一段婚姻 为什么会成为爱情的坟墓 陈德州认为 自个儿在婚姻当中 被妻子架空了 但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 妻子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在这段婚姻里头 身为丈夫的陈德州 长期缺位 妻子肖大敏 只能肩负起两个人的责任 撑起整个家庭 陈德州在为 娶了个能干的媳妇 沾沾自喜的时候 并没有想过 跟媳妇并肩奋斗 在妻子为债务所困的时候 他消极应对 有人说过 最好的婚姻就是 夫妻双方势均力敌 一段婚姻当中 夫妻双方只有相互服侍 共同承担责任与义务 才有可能走得平稳 走得长久 或许这才是 陈德州最需要明白的道理 牛奶加花生 大力康小厄 银路牛奶花生 感谢您收看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 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各位观众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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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